西北大學全球衛生研究所所長 羅伯特·莫菲博士 在封鎖措施下的芝加哥住所辦公室裡 觀察著整個美國的動盪時 開始懷疑大家是否突然忘記了 全國正在應對危險的新冠疫情 這也是芝加哥市長萊特·富特 在每天例行發布會上向公眾反映的信息 這一天也是他在推進放鬆城市限制計劃的同一天 儘管動盪仍在繼續 不斷增加的暴力和破壞風險 迫使伊利諾伊公共衛生部門 暫時關閉了社區新冠檢測設施 延遲了陽性測試結果的通知 干擾了醫學界追蹤病毒傳播的能力 拉什大學醫學與傳染病副教授林博士說 當人群消退時 檢測可能會恢復到抗疫前的水平 但是美國最近的動盪 對病毒傳播的影響不會很快被認識到 但是林博士給人們帶來了一線希望 他說病毒在抗疫人群中傳播可能受限 所以很多的傳播可能會發生在外面的地方 在外面的地方有不少冷凍 在外面的地方 在外面的地方有不少的傳播 在外面的地方有不少的傳播 在天氣流出現 有不少的傳播 有不少的傳播 但是在傳播的時候 是很難的計劃 示威現場的視頻顯示 口罩的使用廣泛但不普遍 口罩可以限制病菌進入空氣中 所以只能使用病菌 隨著美國新冠病毒感染的數量接近200萬 一些美國人在行使示威權力的同時 權衡了健康風險 同時 民意測驗數據仍顯示 多數人認為抑制新冠病毒 應作為優先事項 美國之一記者法拉報芝加哥報導